轰隆隆 恐怖的妖气与灵光纠缠 向外激荡 无数虎妖甚至都不敢停留 而是金黄的逃窜下山 半个时辰之后 混元宗山门之顶 芳希手持清河剑 坐在风斥虎小山一般的虎头之上 此寿赫然已经身受分离 而在不远处 小青化为一团青色火焰 不断发出欢快的鸣叫声 对准一头杰丹鬼王张开惠子 一道青鸾火焰喷出 将之化为灰烬 那残余的金丹鬼王 几乎就被他一口一个 灼烧殆尽 等到办完芳希的吩咐之后 他又飞到芳希面前 灵动的眸子注视着芳希手中 一颗雪白色的腰单 带着丝丝渴望 真是个贪吃鬼 此物我还有用 芳希笑骂一句 他斩杀这大妖 就算不炼制木傀儡 也可以作为日后 跟一甘原英老怪交换之物 此时注视着小青 不由道 这一颗四阶中品腰单 你若要了 日后若有天凤一足的腰单 与精血 可就没你份了 我话已至此 如何取舍 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小青看起来有些纠结 却还是坚定地摇摇头 方希略有些诧异地 瞥了小青一眼 颇为嘉许地道 好 能忍住诱惑 显然 你也知晓 最好吞噬天凤一足的腰单 与精血 才能更加完美地 激发你自身的青鸾之血 在晋升四阶之时 带来极大好处的 他觉得这青火鸾的潜力 或许还不止四阶 吼吼 但下一刻 方希的注意力 便被大青吸引 放眼望去 就见大青正踩着几只二阶的虎妖 恐怖的妖气外放 将这几头虎妖死死压制 然后张开蛟龙的血盆大口 尽情吞噬血肉 这一头灵兽 就很一言难尽 虽然我觉得 他或许连四阶潜力都没有 但 谁知道 这条死咸鱼的极限呢 走吧 方希起身 将风赤虎的尸骸收入山海珠 倒是并未想着立即炼制 木傀儡 宰了这头四阶中品妖兽之后 做事就得低调一些了 妖族不是傻子 下一次我敢出手 搞不好 就跟四阶上品大妖直接撞上 如今的此种大妖 依旧是方希不想碰撞的类型 毕竟妖族寿源漫长 好吧 可能有的没他漫长 但性价比太吃亏了 更何况 如今才降界数十年不到 何必着急 若此时出名太过 后期惹来五阶化神妖尊 那就真的只能跑路了 一念至此 方希接下来的行程都相当低调 他收敛顿光横穿援国 进入江国地界 得益于他之前斩杀妖兽的举动 援国之中的画形大妖 也知晓人族之中 出了一位绝世见修的云杰子 竟然能以援英初期境界 逆斩四阶中体妖兽 绝对算得上万年亦出的见种 因为害怕云杰子找上门来 他们暗暗约束手下三阶妖族 反而令援国人族的日子 也一下好过不少 江国 如一谷 此处灵脉之地 中年都笼罩一种粉红色浓雾 其中还有迷你之音不断传出 但稍微有小动物靠近此处 便会不自觉地皮毛血肉脱落 化为白骨 在如意谷附近 此种白骨已经积累了不少 果然是磨到宗门的山门 连护山大阵都如此凶残血腥 威力还很一般 方熙对于此种阵法 很是有些看不上 他仔细检查一番周围 发现似乎有妖兽围攻过的痕迹 但从如意门山门依然矗立的情形来看 应该是抵挡住了 南宫黎那个女人 还是很有一套的吗 方熙喃喃一声 丢出一张传音符 传音符化为一道火光 一闪及视地没入粉红色浓雾之内 没有多久 从浓雾之中便飞出来一位圆英女修 粉带峨眉 玉腿修长 一袭紫色华丽宫装 带着一种暗暗的挑逗与魅惑 南宫道友 多年不见 方熙微微一笑 开口道 哼 云杰子你这个薄情富新郎 怎么又想到妾身了 南宫离语气之中 竟好似带着些许忧怨之意 方熙一正 玄吉也有些脸皮微微发红 此女当年给了她两张四阶单方 又帮助其外道原因恢复元气 以此交换在降界之中的庇护 但方熙是什么人 直接在翡翠倒闭关树十年 云杰子则是如同消失一般 让南宫离弃得几乎吐血 若非子女也是今年的老魔头 根本没将云杰子当成什么救星 还有其他许多预案 搞不好就真的栽了 如今见到方熙诗诗然而来 当真有些咬牙切齿的 哈哈 南宫道友莫要生气 本人这不是来旅行约定了吗 还不知江国最近情形如何 方熙脸皮够厚 跟梅氏人一样问道 他先来如一门 自然也是打着先探听情况的消息 如果局势已经到了无法挽回 甚至五阶化神要修都降临的地步 那也根本不用去离伤魔宫了 直接跑路便是 你不是被妾身叫来的 只怕是被天度叫回来的吧 南宫离白了方熙一眼 似乎早已猜到此事 情形当然十分不妙 否则天度为何让你这个生力君来 哦 详细说说 方熙倒是半点都不客气 还请道友入内 道友还未来过我如一股吧 南宫离忽然痴痴笑道 此女性情百变 让人摸不清其真实想法如何 方熙自然凛然无惧 跟着南宫离进入如一股 来到一处木屋之前 这木屋不止典雅 门口有小桥流水 篱笆内还围了一圈花卉 只是并非什么名贵之物 只是比较淡雅罢了 怎么 是否觉得妾身所居之地太过简陋 南宫离道 肉身不过皮囊 若修炼之时还无法脱离预色 又如何能功法精进 甚至最终化神飞升呢 看来此女走得是道是有情却无情的路子 方熙心中凛然 却道 本作不喜欢这个调调 来点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南宫离笑了笑 本门有十八天妃 共同排练了一出天魔舞 也可全座消遣 云杰子你可要看 这个可以有 方熙沉思一番 肃穆点头 片刻后 如一门的十八天妃旗致 这些天妃一个个妖娆动人 持着双足 做妙香飞天打扮 手里还捧着琵琶 摇琴 长笛等乐器 天风环佩 十八天妃宛若非仙 于云雾中天天起舞 乐声随之奏响 如梦似幻 几乎令人想永远沉溺于温柔香中 好 这十八天魔舞 恐怕是如意门的底蕴吧 方熙看得大赞 十八位结丹女修 手持一宝 以战阵之法配合 只怕能力敌缘应初期 甚至中期修士 这战阵之道 也是阵法的一种 方熙当年就研究过天狼孝月战阵 以诸多二阶傀儡为阵眼 能发挥出结丹之威 但后来自己都结丹了 便嫌弃此阵威力不足 还不致麻烦 直接舍弃掉了 云杰子你果然深藏不露 此舞之中暗藏的阵法 只怕都被你看穿了不少 南宫里眼纯而笑 九过三巡之后 两位袁英亭退旁人 终于聊到了正事 如此说来 妖族已经占据了天狼园 并布置了转化大阵 那里的灵气稀薄 妖气旺盛 任何修仙者进入其中 实力都要先折损数分 妖族却安然无恙 甚至如虎添翼 方熙听了南宫里的介绍 若有所思 正是如此 并且封国那群正道败得太过难看 根据我方镇法师观测 已经被布置了几处镇法 若是在被妖族巩固天狸园的镇法 很有可能形成联动化为一座超级大阵 笼罩南荒修仙界大部分区域 到时候 我等若还想继续修行 搞不好都得主动转化为妖族了 南宫里苦笑道 正因为如此 离商魔宫正在召集各方高手 准备不计代价发动一次强攻 与江国的妖族决战 按照消息 封国的天星子也会带领天助盟 尽量为我等拦住那边援军的 哎 妾身每每想到大战 心中便难掩经济 之前妾身守卫朱雀成 有几次便差点陨落于妖族之首呢 后来还是受了伤 才被允许到后方调养 这次大战 恐怕还是不得不出手的 她美目流转 娇称道 妾身上次帮道友第二原因 恢复元气 可是损耗颇多的 这一次道友可不能不管妾身呢 如此楚楚可怜之姿态 着实令人迷醉 方兮饮了一口灵酒 平静道 兵凶战威 若本人拍胸脯保证 道友一定觉得是在故意欺骗你 只能说若碰到了 能援手自然会搭就一把 如此便足够了 妾身多谢道友 南宫黎却似松了口气 双方都是老狐狸 如果方兮大包大揽 她反而要提心吊胆 说起来 方兮目光一转 本人还有一件事 要拜托道友呢 什么事情 南宫黎似乎想到什么 脸颊飞红 莫不是道友的第二原因 又伤了元气 妾身不是给过补婴丹 丹方了吗 帥帥帥帥帥帥币